60岁以后就算是不认识字也不能不识人 什么样的人该教 什么样的人不能教 什么样的人要远离 心里一定要清楚明白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很复杂的 人心也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与良友同行 远离随友 那么60岁以后 哪些人要深交 哪些人要远离 哪些人要绝交 那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 哪些人要深交 首先第一个一定要真诚 60岁以后除了我们的家人 朋友就是最长情的陪伴了 朋友不要多 真诚就行 一定要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 没心没肺 能忍能真诚实意的朋友 第二种真实 很实在 很善良 容易呢感动 也容易买足 简单的坐在一起呢 就能让你心里感到很舒服 很踏实 这种傻的真实 相处不累的朋友呢 最值得深交 第三种 懂你 懂你的人啊 知道你在乎的是什么 不喜欢什么 还会呢在一旁帮助你 支持你 信任你 欣赏你 十分的暖心 第四种 幽默 幽默有趣的人呢 不仅呢给你带来欢乐 更重要的是呢 他们能把生活过的 有滋有味的 能让你对生活呢 充满热爱 60岁以后啊 人生呢 虽已过败 但余生呢 还是很长的 一定呢 要和有趣的人做朋友 那么哪种人需要远离呢 首先第一种 悲观消极的人 消极悲观的人呢 身边呢 都充满了负能量 如果呢 不能帮他们 及时调整心态 那一定要远离他们 因为啊 他们的负能量啊 会不断的消耗你 影响你的工作生活 实际上呢 你也从此过上了 悲观的生活 第二种 爱占便宜 爱慕虚荣的人 有一些人啊 他特别特别的 爱占便宜 爱慕虚荣 都是呢 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的 这一类人啊 他们的胎徒 钱财利益 虚荣心呢 特别特别的强 爱吹捧 只要呢 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呢 出卖亲人朋友呢 也在所不惜 第三个 表里不一的人 这样的人呢 你拿真心呢 去对待他 他们呢 却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最容易呢 背后给你一刀 他们呢 未达目的呢 是会不择手段的 去牺牲朋友 去牺牲亲人 这样的人呢 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么哪三种人呢 应该绝交呢 首先第一种 自私自利 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人 这种人呢 不管在什么时候啊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们的心胸狭窄 不能够呢 体谅别人 这样呢 他们想要的东西呢 都会不择手段的呢 去夺取 根本呢 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第二种 暴力倾向的人 这种人啊 自我的控制能力呢 都是非常差的 心情好的时候呢 对你疼爱有加 心情差的时候呢 对你拳脚相加 随意打骂 事后呢 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为呢 有可能呢 因为一个小小的玩笑 和你大打出手 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 你要时刻的呢 保持警惕 这样的人呢 一定要绝交 还有一种人呢 经常说谎的人 如果一个人呢 连自己的朋友呢 都不讲性命的话呢 那他还有什么 值得你交往的呢 所以啊 我觉得呢 像这一类人的话呢 也一定要趁早绝交 所以呢 叫